同学们 大家好 这一节课 我们来学习 树状似图 去 教训目的 设计一个程序 我们通过这个程序来 来学习掌握 树状似图的 相关属性和事件 这里呢 还要求我们 将这个程序能够设计成功 下面呢 我们来讲新课 这一节课呢 我们做的这个程序呢 叫做节点的设置 这个设置呢 其实呢 就是树状似图的 一个程序的应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我放在桌面上 我们双击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程序 首先我们来打开啊 这个电脑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啊 房子啊 再看一下这个 应用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 是树的树干啊 这个树字啊 这个树枝啊 这个呢 去像一个一个的叶子一样 那么我们叫这个啊 为树状啊 像树一样的啊 树状似图啊 这个框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树树似图 那么我们当啊 这里还是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这个啊 我的文档啊 我们在这里只要单击一下 鼠标左键 就打开了啊 我的文档 看到没有 我们打开哎 我的图片啊 我们看一下 也只要啊 单击一次鼠标 左键 哎 打开了啊 这里面放有很多图片 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应用程序 在应用程序中呢 哎 这里有A游览器啊 计算器 以及这个 文本啊 这个文件的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啊 打开这个文本编辑器啊 这里呢 我们单击一下是不行的啊 我们必须啊 双击鼠标左键 哎 哎 这里打开了啊 记事本 再看一下啊 这个计算器 哎 也是有双击啊 上面这 这几个呢 都是双击 我们看到啊 上面的呢 哎 这个home下面的 哎 这个是单击啊 这个我的文件 文档啊 我的音乐 以及我的图片 这些是单击鼠标左键 下面呢 我们要做成啊 双击鼠标左键 哎 这个实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钮 嗯 这个按钮呢 哎 添加 根子节点 哎 我们看一下 我单击一下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注意 这里是添加根子节点啊 那么我这里的损约了 其实呢 我这里其实添加一个根节点 然后再在根节点的下面啊 添加一个子节点啊 我们单击一下 哎 我们看一下 哎 大家发现 这个是根节点 是不是跟上面 跟这个computer啊 是在一个像 像里面啊 我们看一下 哎 它下面有个啊 CVEA 啊 这里是CVE的啊 子节点啊 这个是一下我们就添加好了 哎 现在我们看一下 为选中的项目添加子节点 哎 假如说我们选中了啊 这个mymusical 哎 这mymusical单击一下就打开了啊 我们选中了这个 我们单击这个按钮 哎 会发现哎 这个增加了CVAA 哎 当我们选中啊 这个CVAA的时候 哎 我们再单击一下 选中项目啊 添加子节点 哎 我们发现 在CVAA下面又添加了一个CVAA这样的子节点啊 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就要做这个程序啊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程序呢 比较复杂啊 大家啊 要那一种性质啊 认真的听下去 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来做这个程序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啊 进入这个程序的设计界面 我们首先找到啊 这个 树状仕图的 这个空间 哎 这个CVAA啊 它就是树状仕图啊 这个空间 我们把它 拖动到啊 这个窗口中来 嗯 并调整好啊 它的位置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树状仕图 现在呢 哎 我们大家看到啊 在这个树状仕图里面呢 哎 有一些小图片啊 那么这个小图片跟我们前面啊 所讲过的 实际上的道理 我们用到那个图片的啊 管理仓库 哎 哎 这个 image list 这个呢 哎 它就是图片的管理仓库 我们把它啊 拖动到啊 这个窗底中 好 这个图片的管理仓库呢 我们就拖上来了 现在 我们问啊 为这个图片的管理仓库啊 嗯 设立一个名字吧 我们啊 把这个 设立啊 nam改成 啊 改成这个 好 我们将它的颜色啊 大家看到啊 卡 卡 这个呢 哎 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是八位的 哎 为了是颜色 不是真的话 我们把这个颜色啊 改为 三十二位 哎 现在这个颜色呢 要更加啊 要更加 真实一些啊 用这种三十二位的 好 大小 我们设置为 一十六乘一十六 现在我们像 这个 空间中啊 添加 九个图片啊 在这个里面添加 集合啊 点击 好 添加图片 我的图片啊 放在这个 我的课件里面 好 第一个来是添加 我的电脑 第二个啊 添加房子 第三个 添加应用程序 第四个 添加计算器啊 计算器 第五个 添加A1万7 第六个啊 添加 这个 我的文档 第七个 添加 我的音乐 第八个 添加 我的图片 第九个啊 添加 这个 记事本 啊 我们添加完成了 然后点击确定 返回 好 现在 我们 再看一下这个啊 塑形啊 塑状四图 这个窗体啊 这个空间 那么我们把这个塑状四图呢 这个LAM 塑形改一下 啊 那么首先我们改成 好 然后呢 把这个啊 Image list 属性啊 这个我们注意 因为这个塑造四图中呢 有要显示一些图片 那么 我们要把这个装图片的属性啊 装图片的属性 我们移一下 Image list 这个属性呢 我们来点击一下 当点击以后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ICO啊 这个图标啊 Image list 这个图标呢 其实就是这个 ICO啊 Image list 哎 一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选中啊 这个Image 啊 ICO Image list 也就是说 把这个图片仓库呢 呃 引用到了啊 这个树状四图里面来了 好 当我们设计完这个 Image list 以后呢 呃 现在 我们要开始 呃 来设计 这个啊 呃 树状啊 仕图的啊 Nordus属性 哎 这个就是Nordus属性 这个属性呢 其实啊 就是 呃 用来做这个 树状四图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下面的说明啊 这个 根节点啊 它的 Nordus属性 在这个树状四图中啊 还有很多属性 呃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是啊 需要深入研究的同学呢 呃 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啊 查看一下 它的MSDN啊 我不可能在本视频教学中啊 把所有的这些属性 都讲清楚 这里呢 呃 我只是有代表性的讲一些啊 比较重要的属性 其他的问题呢 呃 大家可以 呃 自己摸索啊 老师呢 呃 也只能够把你带进门啊 不可能 什么都靠老师讲的啊 要不能这个C下组啊 可能讲十年啊 都讲不完 好 这个落的是属性呢 呃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双击打开 首先我们来添加它的根节点啊 根节点 第一个 添加根啊 注意添加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根有一个外观啊 有一个外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image 注意看到这里啊 imageindex 这个 第一个我们是我的电脑啊 选中0 选中0 那么第二个 也就是选中以后的图标啊 注意这个选中以后的图标呢 要跟这个图标是一样的 不然的话啊 当你选中以后 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图标啊 这里呢 我们选 也选中这个 那么它的特殊属性啊 特殊属性我们改一下 特殊属性 我们改成 Compute啊 注意 现在 我们在根节点下 我们点击这个根节点啊 选中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根节点下 添加紫节点 注意这个啊 添加紫节点 好 第一个紫节点啊 注意紫节点 我们选中这个紫节点 然后在这里来调整 同样的啊 道理 把这个图片改一下 选中的图片 也改一下 它的啊 这个属性呢 是Home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紫节点下啊 继续添加紫节点 紫节点下的紫节点 第一个紫节点 是我的文档啊 我们把 选中这里 我们把这个默认字改一下 改成我的文档啊 一个文件夹形式 选中也是选中 我的文件夹形式啊 特殊属性 改一下 特殊属性 改成啊 My 我的文件夹形式 好 我们 技术啊 开始 在这个啊 选中这个 注意不要选这个啊 如果选中这里的话 添加紫节点 那么就变成了 这个我的文档下的紫节点了 我们要选中这个Home啊 再添加紫节点 这个紫节点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图标上啊 把这个图标改一下 所以选中这里啊 这个紫节点 我们放一个 我的音乐 选中的图标 这个也是我的音乐 好 把特殊属性改一下 My Music 注意 再选择Home 添加紫节点 我的图片 我的 这里出现错误了啊 这个我们也选择这里啊 选择四指节点啊 然后改成我的图片 哎 我的图片 好 将这个地方改成啊 My Picture 好 现在我们再来添加 computer的紫节点啊 我们要选中 computer 也是电脑啊 然后添加紫节点 我们发现啊 这个紫节点呢 是这个位置啊 和这个平行 和这个Home啊 平行 那么这个这个紫节点 我们啊 把这个图片改一下啊 选中 选中再改 第一个啊 改成 应用程序啊 然后选中的图片啊 也改成应用程序 好 然后 text属性 改成啊 改成 application啊 好 现在我们再选中啊 这个啊 添加紫节点啊 我们可以这样添加啊 一个 两个 三个啊 然后我们在这上面改 快一些 啊 图片 第一个 是 A17啊 好 这里呢 也选中 A17 特格式属性呢 改成啊 特格式属性 第二个 我们把这个改一下啊 特格式寄生器 下面则也改成寄生器 特格式属性啊 第8 我们改一下 第八色记事本 这个是记事本 下面这个啊 也改成记事本 特质属性 改一下 好 这个外观呢 我们就做好了啊 做好了 我们现在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大家可以啊 看一下 这个外观我们去做好了 但是外观做好了啊 没有代码 我们现在啊 要做这个程序的代码 那么要做这个程序的代码呢 我们双击啊 这个啊 竖状四图啊 这个空间 双击鼠标左键 那么双击以后呢 我们进入他的啊 默认世界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工具箱关闭了啊 这个我们看一下 after啊 cell circuit 啊 这个呢 是他的默认时间啊 默认的注意 这个事件的意思 当我们啊 选中啊 一项的事 也就是单击某一项的时候 他执行 好 那么这个程序呢 哎 我呢 啊 也就 快速啊 写完啊 通过复制的方法啊 我来后来 我一句一句的解释 现在我在下面 写代码 但是这个代码呢 哎 我通过复制的方法 一下就写过来了啊 所以大家呢 哎 不要感到奇怪 这里呢 我不用啊 一句一句的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现在我一下把所有的代码啊 复制过来了啊 我首先复制了这三行代码 那么首先呢 我定义了一个啊 字符串的变量 这个字符串的变量啊 设置的是 我的文档的路径啊 然后再定了一个 我的音乐文件夹的路径 以及呢 这个 我的图片文件夹的路径啊 也就是路径呢 也就是他这个文件夹 在磁盘上的位置啊 在磁盘上的位置 由于这三个啊 文件夹是系统啊 默认啊 也就是系统自带的文件夹 那么他有一定的啊 系统属性 这些文件夹有一定的系统属性 那么呢 这些文件夹呢啊 通过程序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 那么我们用到了啊 这个 注意这是一个啊 这种方法 然后他这个是寻找文件夹的方法啊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了啊 如果用英语翻译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系统环境下啊 我们获取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啊 在这个系统环境下 获取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那么我们在这个系统环境下 获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夹呢 哎 原来啊 是我的文档这个文件夹啊 下面这个呢 在这个系统环境下啊 获取 我的音乐这个文件夹 注意啊 这个是方法 上面这个啊 是类啊 类下面带方法啊 这个是方法的参数啊 当然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到msdn中啊 可以查 去查一下啊 啊 这些类和方法 以及属性啊 好 这个一样的道理啊 寻找啊 图片文件夹所在的位置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 这里我采取啊 复制的方法 哎 现在我已经复制过来了 看一下这一段啊 那么这个一啊 注意这个一 一 loads text 啊 也就是当这个一 一是什么意思 一其实啊 就是这个 Bronchevileu啊 Bronchevileu啊 Bronchevileu 也就是这个对象啊 也就是这个空间啊 也就是一 也就是代表 Bronchevileu 也就是代表 树状仕途 也就是代表这个树状仕途啊 那么 loads 点 text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当我们啊 loads啊 load 我们来看一下load 也就是这个对象的load 在哪里 哎 我们首先点击出 树状仕途 我们找到load 哎 哎 这是load 那么load load啊 text 也就是load的文本啊 在哪里 我们点击这里啊 load的文本 在哪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home 哎 my 啊 document 这个text啊 my music 以及my pictures 哎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的文本啊 要等于my document 就是my music 就是my pictures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啊 my document my music 啊 my pictures 哎 这里好像甩了个s啊 看一下这里是不是 有一个s 啊 my music 没有s啊 那么就对了啊 那对了 嗯 哎 那么 这个程序呢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单击啊 上面 一个是我的文档啊 我的音乐文件夹 以及我的图片文件夹 那么他会 就会打开 哎 这些文件夹 那么这个功能呢 就已经做好了 哎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程序 砍确件 加F5件 哎 首先我们来打开 哎 打开这个 我们单击一下这个键 哎 打开了我的文档啊 单击音乐文件 打开了我的音乐 啊 单击图片啊 打开我的图片 那么下面呢 我还没做好啊 你双击单击都没有作用啊 没作用 下面的这一部分 我们做的是双击啊 鼠标左键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双击鼠标左键 同样 我们选中啊 这个列表 我们找到他的四件 四件是这个闪电符号啊 那么这个四件呢 我们要找到啊 这个 Lord NOD 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比较小了 调整一下啊 Lord Music 啊 Lord Muse 啊 Mouse Double 啊 Click 也就是 这个也就是啊 在Lord里面啊 这个这个属性里面啊 双击啊 鼠标左键 所发生的事件 啊 双击鼠标左键 所发生的事件 啊 Double 是Click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双击啊 这个事件 我们进入到啊 这个事件的方法 好 下面呢 哎 我们 采取啊 复制粘贴的方法啊 啊 好 哎 我增加了这 这些代码 这些代码啊 也就是当我们选择啊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啊 一 Denload 啊 这Text 啊 当我们选中啊 双击以后 那么这个Text 就被选中了 哎 假如我们选中的是IE游览器啊 那我们打开的啊 就是这个系统啊 打开的 那么就是IE游览器程序啊 注意这句话啊 注意这句应用程序的使用方法啊 打开 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啊 打开这个啊 其他的可执行文件啊 在前面我们讲过 用这种方法打开其他可执行文件啊 在这里我不讲了啊 只要找到啊 它的路径啊 以及可执行文件名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打开的是啊 什么 技术本啊 然后呢 这个是打开的是啊 计算器啊 打开的是计算器 那么只要啊 这里面没错啊 那么这个程序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界面啊 我们砍确件加F5件来运行一下程序 这个程序 上面呢 我们都实验过了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首先打开IE游览器 双击 现在正在打开 IE游览器打开了啊 好 我们关闭 现在双击啊 注意这里单击一次没用啊 我们要双击鼠标左键 打开了 双击 击时本打开了啊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暂且啊 做完了啊 一大部分 我们在前面啊 还看到这个程序上面呢 增加了啊 两个按钮啊 关于这个呢 我们怎么做呢 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做啊 接着来讲 首先我们关闭的这个程序啊 进入这个设计界面 同样的在工具箱啊 中找到啊 按钮 好 找到两个按钮 第一个呢 哎 我们啊 找到按钮以后呢 把这个属性改一下啊 这个属性呢 我们第一个啊 是添加它的啊 节点啊 节点呢 一个是根节点啊 一个是子节点 这里啊 为了方便教学的话呢 那么我根节点和子节点啊 一次性啊 把它添加好 算了啊 那么这里我就写啊 添加 根啊 和子节点啊 那么两个节点啊 一次性把它添加好 第二个呢 我们是在选中的项目中啊 选中的项目中 添加节点啊 当然啊 关于这个既然有添加节点啊 那么就有删除节点啊 移动节点 哎 还有清空啊 这个树 树状仕途中 所有的节点 那么关于这些节点啊 的使用方法 以及这个 趋落的是啊 长期的属性和方法呢 我建议大家啊 自己到网上啊 参看相关的 MSDN啊 说明书啊 在这里我不可能每一个啊 都讲清楚 这里呢 我只讲一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啊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添加根节点啊 根和止节点啊 我们双击鼠标左键 那么在这里呢 我直接复制过来 注意 tree node 哎 这是一个树状仕途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 出错了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 这其实是一个 类 然后呢 一个对象 是不是 Cye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 这是Cye的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Cye啊 这里面这个引号里面的Cye 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引号里面的Cye 其实就是啊 显示在啊 假如说 显示在这个节点上的名字啊 也就是像这个computer一样啊 也就像这个 或者是这个home 或者是 application啊 这这些名字啊 可以看得到的名字 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里 那么 这个节点啊 它的图标啊 也就是没有选中时的图标 它为2 哎 那么也就是我们 开始我们在添加这些节点的时候啊 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des啊 哎 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选中一个啊 这个呢 哎 也就是这个image index3啊 也就是这个等于3啊 选中以后的啊 也等于3啊 这个图标 是这样的一个图标啊 好 一个是选啊 没选中前显示的图标 一个是选中以后啊 显示的图标 那么这里呢 哎 这个Cye image index 没选中前显示的图标啊 12号图标啊 那么 这个呢 啊 是选中以后的图标 也是二号图标啊 那么我们看到的二号图标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de 随便看一下啊 啊 二号图标啊 其实就是这个像A一样的东西啊 好 这里呢 我去不改了 啊 好 下面呢 然后呢 在这个 Bloom Tree Velio啊 Bloom Tree Velio啊 也就是 在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树状啊 仕途中啊 这个树状仕途也就是 Name里面我们已经看到 它其实就是Bloom Tree Velio啊 Tree Velio 在这个树状仕途里面啊 添加啊 我刚才生成的这个对象 那么刚才这个呢 哎 是在这个树状仕途中啊 添加了一个根结点啊 添加了一个根结点 我们下面这个啊 我首先把它框起来 暂时不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坎确件 加F5件 哎 这里我就不运行啊 首先我们点击 点击 添加根和止结点 当然这里我则 用到了添加根结点的这个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还没有啊 添加止结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根结点啊 Cye和这个computer啊 是平行的啊 是平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添加了这个Cye 根结点 好 我们退出 继续看 下面这个啊 同样的 用TreeLoad啊 声明 一个这个啊 塑装仕图啊 的这个节点的对象啊 这个呢 Cye 啊 是它个显示的名称啊 那么这个呢 图标啊 5 这里也就是最后一句啊 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又来了一个Cye啊 Cye啊 也就是这个Cye对象啊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Cye Load下 也就是在这个的对象下 再添加一个Cyea节点 啊 也就是在这个Cye 我们建立好以后了 Cye这个根结点建立好以后了 然后就在这个Cye 啊 下 再建立一个根结点 C啊 再建立一个子结点啊 那么 也就是Cyea啊 这个节点 好 当我们把这个 去掉以后啊 把这个 注释去掉以后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程序 凯确件加F5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展开 在这里呢 我来添加一下 根和子节点啊 这里要注意 这里是根和子节点 这个根结点做好了啊 子节点也做好了 我们点击一下鼠标左键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Cye下面啊 添加了一个Cyei 哎 子节点 这个根结点啊 Cye根结点和Cyei 子节点啊 同时 生成了啊 这个是我们为 为了教学的方便啊 来设计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 当然 大家在 程序的设计中呢啊 可以 啊 直设计啊 这个根结点 也可以 直设计这个子节点啊 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自己 可以做一做 好 下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选中项目中啊 添加节点 也就是当我选中啊 这个 啊 计算器 然后呢 我再点击这个节点 然后就在 它的下面啊 会添加一个 子节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首先呢 哎 我们 双击啊 这个 啊 这个按钮 然后进入它的啊 这个事件 按钮的单击事件 好 现在啊 我们来输入代码啊 这里我采取 采取啊 这个粘贴的方法啊 一次性把它粘贴过来了 那么 缺一诺的啊 这个呢 是一样的道理啊 不要讲了 这三面三行一样 一个样的啊 道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啊 最前面这一栋啊 当我们 选中 啊 在这个 树状仕图中啊 选中 某一节点时 啊 选中某一节点时 啊 那么 这个 在这个 loads下面 添加啊 这个 CYAA 啊 这里呢 和 上面啊 有一定的区别 看到没有 啊 这个 和这个 啊 以及这个 啊 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呢 道理 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 现在我们来运行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卡确件加F5件 哎 好 假如 我在com 啊 这个计算器下面啊 选中 啊 选中这个以后呢 然后 在选中的项目中 添加节点 哎 单击一下 哎 发现这里面 添加了一个节点 哎 在这个下面 再 单击一下 哎 在这个 记事本下 也添加一个节点 那么在这个节点中 选中以后呢 哎 他也会添加一个节点 哎 如果在这个 computer中啊 我的电脑中啊 添加一个 他也会添加一个节点 这就是在选中的项目中啊 添加节点 好 同学们 这一期课啊 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呢 哎 对着我这个视频教材啊 仔细啊 实践一下 好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